台灣台南關時代曾經是鹹水北京一位台中廟聚波亭 本市河濱之後也列為設定的告知 最近這兩三年來廟坑發現 正當新春後面的村民只要落後就會洩水立來 昨天表面的獨月都高起 甚至又洗了車廳 廟坑向市議員來登城 到這天起火到由委員會 就邀請文化局 文主廚和鹹水庫公所 做回來回憾 了解孫海總統 廟坑裡面那塊屁 因為風水做得不好 雖然我們2010年有申請到七百幾萬來進修 還有六年後 一樣的問題又三星 表示說我們這個公法做得不夠細緻 所以主委一直很歡樂 跟風剛好來拜拜看到屁 我也主動跟主委問 所以這次才會照記到 這次請教育委員會全體來關心到 我們這個大眾廟希望 可以受到我們文化 文化局方來注重 前一後文化局副教長周亞經標時 有可能是進行促進環修的時候 風水做好一後 經過地當表面來開 再有灼水的進行來發生 將會又要請專家學者現場來探測 將流水跟其他塑藥金收的部分 做一處完整的檢測 這個高級的維護一向都是我們台南市政府 很重視的一個工作 我們也是很努力為這些廟的維護管理 做更多的努力跟協助 那只要是這個試定股基的部分 我們都會盡心盡力的來協助 這個平的部分到底原因是什麼 我們可能要他就請專家來賓購一下 看到底萬英是怎樣引起的 萬英離清之後 我們都來把下作一個計位 來向中央來針出經費 期完創有火 這是表示 減水北京的一個聚播廳 是外町港現在唯一流入來的告知 部分的蔡圍是蔡草爐的作品 目前除了流水 還有大門的蔡圍 問到後庭 筆記 結束的進行 現在外町港已經變立前瞻計劃在經濟 希望市府也要重視聚播廳的維護 讓減水北京的聚播與火 可以來重現 我們在新聞社會上減水蔡草報道